Hello 各位 继上一次在仰望首家外滩店体验过仰望U8之后 这次我们又来到了上海陆家嘴仰望体验展厅 这一次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仰望U9怎么样 陆家嘴旗舰店是没有外滩店大的 用入眼帘的第一辆车就是U8 旁边就有一辆U9 身高176 腿长10 我站在这车旁边是不是还挺酷的 说实话这个颜色是我第一次看到实车 我觉得质感非常的棒 因为它的红色不是那种特别乍眼的亮红色 而是稍微有一点点偏暗的 带一点点姨妈红色的这种感觉 质感一下子就拉满了 再加上它超级大的碳纤维的尾翼以及顶棚 还有它这些空气动力学的套件 是不是特别酷 我觉得100多个的价格真的是还 至少看起来挺值 不过如果你想拥有一辆仰望U9 什么时候能拿到呢 而且你需要做哪些操作呢 哈喽 一个的话下载我们仰望汽车的APP 还有一个通过微信 仰望汽车的小程序 它有三个配置是吗 我们这款U9只有一个配置 包括它的车身颜色 轮毂 卡钱这些 都是不需要额外付费选招的 那唯一的一个是需要选招的 就是我们和我们那个大卫翼 要加多少钱 选招费是10万 10万 哇 这个都要10万块 那我什么时候想拿到这车呀 我们现在是根据客户订单时间排期 那我们预计开启整个的交付时间呢 是在今年的年中开始 6月份之后就可以拿到驶车了对吗 对对对 6月份之后我们就会根据客户的下单时间 来进行它的排产计划 订单时间越早 看它的整个的提车的时间也会越早 这个有点像下节毛一样的前大灯啊 在图片上看起来呢 是非常的乍眼的 而且呢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突兀 但是看到驶车之后 不得不说是真相 太好看了 再配合上呢 整体车头的这个流行造型和下面的俯冲感啊 看起来整个车的前脸非常的霸气 尤其是配合上这个红色之后 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你说它是剪刀门也好 说它是蝴蝶门也好 打开之后呢 真的是非常的困绰 并且非常霸气 里面呢可以看到 它用到的全都是全碳的这样的材质啊 坐进车内感受一下 说实话啊 坐进车内的这一下 还是非常有超跑的感觉的 但是坐在座椅上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其实恐怖的低点 其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低 你看我把这个腿往下放的时候 我身高176腿长10 离地面的高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电车的一个特征吧 对于一辆纯电的超跑来说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了 最关键的是什么 坐进车内之后你映入眼帘的 虽然有很多块屏幕 科技感也十足 但是它上面的很多按键都用到的是中文 给中国品牌点个赞 坐进车内之后呢 你会感觉到它整体的座椅的这个承托度啊 和我之前开过的一些超跑呢 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我觉得它还是更偏支撑性和舒适感的 其实我觉得坐进车内之后呢 它整体的这个视觉效果上呢 是非常有这个跑车质感的 我觉得真正的开起来 开上路的情况之下呢 它相对来说的这个视觉的姿态 还是比较高的 应该能够适应到很多种路况 植绒的顶棚 碳纤维 编织的翅板 看起来呢 是非常有跑车的运动风格的 但是我想说 它的这个方向盘 尤其是这个圈幅的这个质感 稍微有一点点拉胯了 我不知道这个 为什么一定要设计成是这样的 而没有用到植绒的这样的材质啊 这个看起来相对来说 跟整车有点格格不入 有一点单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尾部啊 销售的小哥哥呢 跟我们讲说这个尾翼呢 是要加十万块钱 才可以进行选配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值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面积啊 再配合上到后面的这一块 大大的碳纤维 看起来非常的霸气 前面呢 刚才我说到有点像下睫毛的那个前大灯呢 它和这个尾部的这个贯穿式的尾灯呢 竖条的这种状态呢 也是非常相似的 然后呢 最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这个大后唇 真的是太酷了 我还给我的车加装了一个超级大的后唇啊 但是呢 这个的面积 以及它的这个姿态 还有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流线的造型 真的是太酷了 那么碳纤维呢 除了它的车架 内饰 侧裙 前唇 后唇之外 就连它的这个车身侧边的装饰条 都是用到的碳纤维的材质 是不是特别的酷 而且我刚才呢 也试了一下它的这个充电口的开启方式啊 打开之后呢 你也看到和前大灯 以及后面的尾灯 相似的这种有点像睫毛的灯光啊 看起来呢 还是比较有液体感的 而且呢 它的这个关闭和开启的按钮 真的是非常丝滑 感谢观看